阿弥陀佛 念夜深阿弥陀佛 小八十一劫中罪 有这个说法 这真的 才知道 断烦恼消业障 这个方法 第一殊胜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高的 更有效 更殊胜的 没有了 佛在经上讲 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自己都感觉到 业障很重 烦恼很多 为什么消不掉 没有真念 没认真地念 没有把念佛这个看得很重 所以你的业障消不掉 如果这一句话你真懂了 真搞明白了 你能不念佛吗 我相信念佛这种事情 这分秒必真 你决定勇猛精进 佛在 一教经上讲的话 至心一处 无死不拔 我们平常心散乱 你看佛教徒 跟人见面 霍章 霍章是什么 霍章是表示心集中 至心一处 平常 舍个指头 和心散乱 最恭敬的 是把心收起来 收起来 一心 这个就代表 毒蛇六根 代表 一心 霍章代表一心 代表这个意思 可是我们竟然会霍章 不知道一心 心还是咱们 这不起作用吗 真正一心 那个力量可太大了 对自己可以治 贵病 健康长寿 甚至于寿命 都能自己做主宰 我想住多少年 行 没问题 无量寿经是跟谁讲的 跟我讲的 我有缘遇到了 他就是跟我讲的 不是给别人讲的 然后 你看你这个心 才真正做到亲切 你才真正干佛陀的恩了 展开精本 命对于弥陀 这样真诚 恭敬 这是我们能受金教利益的 第一个因素 你对金教 听了多少年 都还迷惑 原因是什么呢 对金教没有足够的 真诚恭敬心 世出世间法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谁居足十分沉浸呢 要自己才行 不要去要求别人 不要去看别人 要回光返照 要看自己 时时刻刻景点 第一个是 神见 边见 见取见 戒取见 邪见 所有一切不正确的见解 我有没有 有怎么办 古大德教导我们 我怕念旗 只怕就旗 这就是旗 是应该的 为什么 你是凡夫啊 你要不起这个念头 你是圣人 你不是凡人了 六道凡夫 哪有不起念头到底 正常的 祖师大德教我们 怎样 把他换掉 用阿弥陀佛把他去而代之 第一念 邪念起来了 自私自念头起来了 第二念 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 这叫真会念啊 念佛 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你念佛 为什么不灵 不是不灵 你是散乱心念佛 怀疑心念佛 你对他不真相信 真相信 你还搞别的吗 你还搞别的 就证明你信心不足啊 真有信心的 那我遇到好几个啊 他真有信心 他就一句话 一点不怀疑 他重病 他真的 他不看医生 他不吃药 居然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病完全好了 再去检查 完全没有了 这个话现在不能宣传 宣传怎么样呢 哎呀 你们佛教生病 都不要看医生了 这还得了啊 这就变成邪教了 其实经常有 也有 其实少数的人这样做 他就成功了 成功的人 我们就像他 还有很多人不成功 不成功就叫上医院吧 去找医生嘛 我们也不反对 你找医生 也不反对 你就住医院 可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呢 他自然就好了 阿弥陀佛这个团体多大了 变法界虚空界 受风 三世 一切祝佛如来 没有不赞叹的 赞叹阿弥陀佛 为光众极尊 腹众之王 我们在华研究上看到 你看华研会上 文书普贤 率领 四身一位法身大事 到极乐世界 去听阿弥陀佛教会 这是什么样的气象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确确实实能令 设方善事 一切祝佛如来 叹为观之 不是尽宗祖师 自己夸大这个法门 是第一法门 不是 你这样想法就全所了 他是确确实实 实实在在的 祝福 祝众生 臣佛到 地方门 有一年 过年 我在台本 老居士 来给我拜年 告诉我 师父 我现在功夫很不错了 什么都放下了 还有一桩 没放下 是哪一桩呢 孙子没放下 我就叫他 你把你这个孙子 换成阿弥陀佛 你就成功了 那灵明宗是紧急的时候 他不忘掉了 他投一个想到这孙子 那这就麻烦大了 这个念头的时候 想到孙子 孙子长大了 娶媳妇 生小孩了 他可能就变成 他孙子的儿子了 你信念吗 不可以 不能养成 贪念的心 佛为什么 我实时 实现给我们看 我们在大神经上 读过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我们读过这句话 知道 佛力 不可思议 众生的业力 不可思议 心的力量 不可思议 如果这三个力量 几乎起来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 我们凡夫最大一个麻烦 在哪里 业力是很大的障碍 业力也障碍我们的心 这心就是清净心 所以跟佛的愿力 就不相隐了 于是 笑业障 真是一桩大死 用什么方法笑 给诸位说 念佛 这现在人真的 提念佛 好像念佛太简单了 那你能笑得掉吗 殊不知 越简单 越有效果 劝民一个人念佛 那是无量的功德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了解这个事实 现前 大环境里面 灾难很多 众生 天天在造作过夜 不知道醒悟 不知道回头 谁去救他 佛菩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佛菩萨也要有一个形象 才能帮助人 佛菩萨无形无相 诸位想想看 他怎么帮助法 所以真正帮助 要靠大家了 你们大家觉悟了 明白了 肯一觉奉行了 你们就是 祝佛菩萨的化身 就是祝佛菩萨的代理人 所以你们必定得 祝佛菩萨的加持 也一定得到 护发龙天的用户 我们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 还是有咋念 但是 我们能够把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所有的咋念 那就是而能正念 不过代替不了 这一句佛号功夫不得力了 不产生效果 你得要加一把劲 从哪里加呢 从放下加 万云也放下 你还有没有放下的地方 你还有忧虑 你还有牵挂 你还有心思 这个不行 所以林宁宗 决定不能颠倒 如果林宁还有颠倒 就不能瘟身了 平常要训练 一心不乱 本愿为神 总结 就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 就是四十八元 这个道理要晓得 四十真相 要如实 如果你能把一切众生都看作阿弥陀佛 你的功德真的圆满了 你虽然没去 你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各的很精很精 是不是真地上面的 我告诉你真地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是自信佛 哪个人没自信啊 阿弥陀佛是回归自信啊 如果给你说真话 说真话你不相信啊 说假的你相信啊 真你不相信啊 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自信 僧佛不二 性相一如啊 哪有离开的 那怎么不是呢 当然是啊 对一切众生都像对阿弥陀佛那样恭敬 那样的称赞 你一切罪业都消掉了 一切灾祸你远离了 发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是发菩提心 愿意作福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往生起六十七一定发念 我要称赞 我要作福 这个念头要非常强烈 跟阿弥陀佛生起感应道交 从真心里发出来 这不是狂妄 是真的 为什么可能 因为你本来是佛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不再疑惑了 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很不幸 迷惑颠倒 堕落在六道里头 做凡夫 一念九五 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 阿弥陀佛能帮助 这一生决定天酒 如果这个世界 有人说 念一生佛号 你就能拿到一百块钱 我想所有的人都念 每一个人不念 大家都会命念 为什么 有钱吗 钱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戒 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 不是钱能够相比的 它能够帮助你了生死 帮助你出三戒 帮助你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好处 你今天钱再多 你离不开地球 你不能够傲游太空 你做不到啊 到极乐世界全做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MITROFORM